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黄杰其实身为高雄市议员 不管过去许坤源对他的态度或是怎么样 他都应该要去跟他上个箱 碾个箱 这个是人情之常 所以他昨天去居议员对于议长的追试 他去那边碾箱 结果是一路被民众呛瞎 从再进去的短短几百公尺 就被这些韩粉们呛 那到进去里面哭着出来 大家一滴时间还在猜到底发生什么事 后来我今天看新闻 法治局长也有接受访问 他说这个黄杰画着大红口红 然后很摇摆的样子 说实话我看不出来黄杰是哪里摇摆 可是这个法治局长很明显就是看黄杰不顺眼 那黄杰的口红到底有没有红 昨天网路上也很多网友 拿出黄杰的照片 跟国民党这些政治人物 在现场的这些照片来做对比 这口红一个比一个红 每一个都比黄杰的口红还要红 可是其他人并没有被这样子的对待 就只有黄杰被拿出来放大镜 检视跟点名 那同时间你也看到说雷倩带着这些 妇女会的成员在现场 这个比赞然后微笑在灵堂前面 这个是尊重死者的态度吗 这个部分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也就是说为什么是两套标准 那对黄杰是不是刻意把气出在黄杰身上 让他成了戴罪羔羊 其实这样子对于死者对于韩国 其实都是不好的一个做法 但到底有多少是真韩粉 多少是假韩粉 现在韩粉的能量还有多少 各界都在做观察 我们知道这一次被罢免的五个人之中 其中你是大家认为最有可能被罢免掉的 因为你的选区太蓝了 所以就回来看 这些很多人在你的网书上留言 对 你说不见的都是真韩粉 对 其实在之前我们遇到这个外国账号的因素 其实就是前2018年年底 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很多这种外国账号 那时候大家应该都很习惯 最近又出来了吗 对 前阵子都完全消失了 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假账号出现 可是就是在那个韩国瑜被罢免的那个晚上 其实所有的什么电视台 或所有的脸书上就突然间出现很多 比如说像许坤源议长过世的时候 其实底下就有很多这些账号 就直接在洗版说民进党杀人 为什么会有民进党杀人这几个字出现 就是这些账号其实 它是不断地在激化一个对立的 那我们不敢说它是韩粉 可是这些账号它想要达成的目标 就是让台湾的社会更加的激化 但你为什么说这些人是五毛呢 你有证据吗 我们没有证据说它是五毛或是什么 但是我们有归类出一些状况 比如说里面57%它是没有大头贴 或大头贴是一些可爱的猫咪或风景罩的 大家可以到我脸书上看 这些是非常多的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它的账号的位置可能是在博斯 澳洲或者是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某个城市 或新加坡等等 或中国的城市 所以很多是海外注册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海外账号 或许有一些是真的 但是有一些是假的 那另外也有很多像这样子 可能只有六个朋友 或者他的图可能是陈柏惟 到陈柏惟的脸书的图等等 然后甚至是我们也发现 大概五分之一的账号 其实使用的是简体 就是他们可能不是一整段话都简体 可是你会发现里面有几个字 怎么出现简体字了 所以确实在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我觉得有一股海外的势力是进来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社会更对立的 让韩粉可以再出来抗议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 好 所以 十三号的凯道聚会 我们可以来检验一下 到底现在韩粉的能量有多少 热度又有多少 而嘉莉你不是说 要对韩粉唱一首歌吗 对啦 因为我唱歌是可以鼓励人心 所以我唱一首对对对 然后来勉励他们 就是说不管这个韩国瑜到哪里 他们就追到哪里 好 那我们就要伴小帅一下 来 好 那我就小唱一段 对对对 对着你的心 对着你的人 对着你的心 对着你的不说你 緩緩緩 緩過一時人 星光路長長 湊不久來啊 緩起啦 別再這樣大聲對我講話 來喔 韓粉希望OK 韓粉現在已經緩起了 對 希望韓粉可以就是 常常唱這首歌 然後自我這個激勵好不好 緩起 我覺得嘉瑜唱歌進步很多 我們來聽 韓國瑜在罷免成功第一時間 到底說了什麼 是不是在凝聚韓粉的相信力呢 民進黨第二次執政以來 所有的心思 幾乎全部集中在罷韓國家隊 集中所有中央政府的力量 跨越各部會 買通了幾乎90%以上的媒體 幾乎百分百的網軍 全力攻打韓國瑜一個人 抹黑造謠不斷 罷韓國家隊 如果有這種心思跟體力 為什麼不好好用在建設國家 造福民眾的身上 而把它放在全心全意的鬥爭 很多人說他這段談話是暗示我將在齊 我們都會再來討論他真的有機會我將在齊嗎 不我們來分析這次的94萬票 據說國民黨所有的民調通通失準 只有一份民調是準的 是金秤的民調 公園長是我們當來的先輩 他很喜歡看霹靂布袋戲 他很欣賞一顆輸的 真的很準 一顆輸的出廠的事 你看看 小輸入肌 全穿木穿 會比較是超級影響 當然比較少 我第一次的台語說得不錯 我還是看屁股就這樣 真的有準 他差不多五月中做一個民調 他說投票率 那個民調一股差不多四十八% 還要投票多少 很準耶 四十三% 很準啊 準啊 比我們當中央的準有夠多 我們當中央的民調 細節沒有 還差不多跟我們說是說 在那五十七萬票 正負三萬票 所以 國民黨黨中央的民調是五十七萬票 正負三萬票 換句話還是有不過關的可能 對 所以大概二十五%上下 跟實際的差那麼多 差太多了 國民黨的民調一向不準 那時候韓國瑜選總統 大家還記得 國民黨做的民調 還認為韓國瑜會贏 那這次罷免不準也是正常的 國民黨民調一向都是這樣 王院長的民調還有一個 他最後寫的結論寫交叉分析 他講說沒有太多意義 就說因為交叉分析 交叉也做過 也選舉做過民調 所謂的交叉分析 你要看說哪一個是要補強 譬如說要拉攏綠的那一塊 還是潛藍的這一塊 然後最後做出來講說 交叉分析已經沒有意義了 就不需要交叉分析 目前的策略是 希望壓低投票率不要超過五十% 我看到了 我才會忍 就是說那時候就知道 大勢已去了 這次輸桌輸舊而已 所以王金銘 王院長 還是我們東來的先輩 真的有夠準 所以韓國瑜後來用蓋牌 跟監票策略 就是希望壓低投票率 確實可能也是來自於 王金平這個民調 但是監票策略顯然失敗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人民的反感已經到了極限 就是說監票策略 用一種恐嚇威逼的手段 要讓人民不敢去投票 這個在民主國家 在台灣是很難想像的 可是韓國瑜認為說 用這種高壓手段 這些高雄市民就不敢去投票 不會去投票 結果反而激怒這些高雄人 更激怒北漂青年 這次是自掏腰包 一個接一個在高鐵站排隊 前一天就已經爆滿 不管是買不到高鐵票 連夜也要搭車回去高雄 就是要投這一票 那我覺得更可惡的是 韓國瑜在6月6號下午4點多的 那個敢言說 感謝那130萬人 沒有出來投票的人支持韓國瑜 這個話更是讓大家非常的生氣 就是說沒有出來投票的人 不代表支持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 用他過去一貫的韓式語言 誇大不實的說法 把那些沒有出來投票 都全部歸類為支持韓國瑜的韓粉 這個更是羞辱那些 沒有出來投票的人 他那次的談話 跟我說130萬票這個是 所以他就鼓勵130萬票出來 他不就罷免不會成立了嗎 那麼照他這個邏輯 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嗎 對不對 在前一天 6月5號的時候他怎麼說 他說人民不肯定 他的執政團隊的努力 人民沒有不肯定他執政團隊 人民是不肯定他這個市長 他把他的執政團隊全部拖進去 他執政團隊裡面也有不錯的人 所以這個人很善於語言上面 你看不出來的一些調整 所以很會講話 但是民進黨也不要 笑國民黨民調不準你們也不準 你們也沒算到 會有那麼高的票數過關 對不對 但是當然民進黨的內部民調 是認為過關的機會很大 但萬萬沒有算到是94萬票 嚴格來說也不準 但國民黨更不準 特別是在高雄縣區的評估上 超不準 我記得我們在罷免前曾經有討論到 到底這一次罷免會不會過關 與會的所有來賓都說 關鍵在高雄縣區 因為高雄縣區恐怕不會投出 那麼多的同意票 但事實不是如此 對啊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們都一直聽說有個說法 就是說縣區好像沒有動員 縣區的人啊 因為監票所以不敢出來 對 但是 但是我自己事實上 因為我常去當志工 就我曾經到這個很多地方 去幫人家連署 就我在那邊很多民眾就會來連署 那最熱的一場 其實在高敏林的服務處 高敏林的服務處 像這個橋頭子官 就是高敏林的選區 好 我們來看這一次 投票率前幾名 第一名是橋頭 投票率高達51.70% 子官47.98% 大赦47% 不準啊 人家高雄縣區投得很踴躍啊 而且因為敏林的服務處是在岡山區 就是他其實是去岡山羊肉那個岡山 那這些橋頭子官 是要騎一陣子車才能過來 然後我在連署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說子官區 因為我是桃園人 不知道子官 然後我要去看到很多奇怪的區 很遠的人 就是很大的選區 他們騎個20分鐘 30分鐘的車 都要過來連署 然後門口就停了很多很多的機車 很多人還說 我不知道9點來不來得及 我要倒垃圾 我就是從很多別的區 倒完垃圾也要衝過來 就是飆車過來連署 所以就可以感受到那個時候 縣區的熱度 其實是比外界盛傳的 還要高很多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認為說 好像投票率沒有那麼差 可是也不敢肯定 因為外界的傳言都是說 縣區好像 黃金平的勢力很大 比較危險 但事實上我認為 黃金平最後是沒有出手 去阻擋投票 這些人該投的還是都投出來 所以剛剛憲哥也談到 佳芬姐的那場參會 韓國瑜覺得很脆心 覺得很脆心 據說是因為連基層的 藍的里長都偷偷去連署 沒有錯 因為這一次 其實我有一次到高雄去 我的好朋友請我吃飯 然後他就談到韓國瑜 他說 我跟你講 那學生連學生都在拿他來 來批刑 那當然這個中間 可能跟他家裡的一個 討論的因素有關係 因為小學生不知道 但是從那個時候 他們就開始發現說 民心已經在變了 那這一次你講到了 包括很多過去的 國民黨自己 藍的喔 對啊 藍的 他說自己的人 是被自己的人搞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也很切心 那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我覺得 既然93萬票請你下台 你就認輸了 我覺得蘇亞文會把韓國瑜說 說 我厲害 我夠厲害 所以 當主席之爭呢 是後面我們看到 很有可能上演的大戲 韓國瑜會不會想要選黨主席 我不認為 他當然想要選 但是我不認為他有任何可能性 他當然會被動的出來選 會選 他一向都是被動的 我們好好來談談 黨主席之爭 對國民黨而言 會掀起怎麼樣炒虎裡的風暴 來 明顯 黨主席選舉 現在要看國民黨 這下高雄市長補選嘛 補選完之後 當然現在我們有幾個洗練 補選應該沒有懸念 就是 一定輸的啊 這是大輸還是小輸啊 那現在黨內有人建議說 不要推人 想憲哥公建議我們不要推人 我們還是會派人 以戰養戰 對… 你不能說放棄這個戰場啊 補兵 對 潮兵 潮兵 所以包括 趨立委 蔡定也有可能 包括那個 對 輸了之後 也有幕僚建議說 江啟臣直接輸 你如果輸黨主席 就馬上要補選啊 如果現在沒有辭的話 大概就明年下半年 就要改選黨主席了 所以那時候有可能要選的 確實有人在說韓國瑜 那朱立委員也要選啊 那江啟臣也要拚連任啊 在這三個人目前情況底下 我認為韓 目前 我知道社會很多韓粉專家 包括韓國瑜專家 包括我身旁兩個有韓國瑜專家 可是韓國瑜真的要選嗎 他有說 他沒有說 大家都要叫他說 現在誰最希望韓國瑜選黨主席 民進黨 你問高家瑜 高家瑜最清楚嘛 沒有 我覺得說 國民黨你說現在除了韓國瑜 我們還有誰可以討論 真的 我說真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現在沒人 韓國瑜是聲量最高 不管是在網路 不管是有一批死忠的韓粉 或者是說大家對他的興趣 都是現在國民黨裡面 一時之選 那韓國瑜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這件事情 會造成社會上的一個討論跟聲量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講朱立倫 在講這個江啟臣 或是現在連馬英九要回國 你覺得大家有興趣嗎 不想討論嗎 因為這些人已經講到爛了 我家有問一下 黨主席一定要正面聲量 高於負面聲量多 那你會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要選一個黨主席 要選一個負面聲量高的 來選黨主席嗎 所以你現在是說 韓國瑜是負面聲量嗎 韓國瑜現在負面聲量 遠高於正面聲量 另外一個觀點是說 下一任的國民黨黨主席 擁有很大的權力 你不要忘了 他是可以提名 2022年的縣市長 2024年的立委 甚至於他自己可以拿 所以韓國瑜當然想要選黨主席 韓國瑜過去也曾經去選過 國民黨的黨主席 那為什麼侯友宜沒有興趣 在北農卸任那個時候 但是那個時候 韓國瑜的聲勢還沒有起來 你最期待哪一個人 當國民黨主席嗎 我最期待 因為不是我的事情 說實話 但是我說 可是你還滿積極 滿熱烈的 但是我說 國民黨的黨主席 如果韓國瑜來做 其實對國民黨不失為一個策略 為什麼這樣講 剛剛講韓國瑜的聲量之外 韓國瑜最厲害就是他那張嘴巴 他很會去挑動藍綠的對立 或是激起這些選民的 不管說是情緒或是各方面 去做一些情緒的動員 這點他非常的厲害 那就這個部分來講 國民黨的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與其一個默默無聞 挑不起選民的一些 熱情的一個黨主席 相較於韓國瑜 可以再次創造一個 我嘉宇看起來蠻可 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 嘉宇看起來很可愛 內心蠻狠的 他可以當文傳會主委就可以了 這個做小啦 他是選過總統的人 榮譽黨主席嗎 一開始確實有思考過 之前不斷傳 江啟臣有可能南下 御駕清爭 不符啦 據說這是背後有些陰謀操作 沒有啦 就是說之前有人思考說 選舉訴訟 就說提敗選之訴 然後拖一段時間 然後以時間換取空間 包括江啟臣 朱立倫 下去簽戶籍嘛 簽到高雄去算嘛 不過今天韓國瑜已經宣佈 不提選舉之訴了 所以這個狀況 這個劇碼就沒有了 之前真的有可能 你現在拿 高雄用94萬罷免你 你現在要提 用時間換取空間 高雄人一定會把你賠償 我不認為 剛剛我們也看了那個VCR 那個其實他不是這麼說的 他說我一定尊重人民的意願 不出來提訴訟 所以如果人民的意願 是要我提來訴訟 我就會提訴訟 所以他會動員一些人民的力量 來讓他被動的提訴訟 老師幫幫忙 不要在那邊亂講 當然是可能的 這部分我的看法 這是在玩遊戲嗎 國民黨現在內部有一些聲音 他們是希望韓國瑜提的 提的原因是以拖待變 就是讓國民黨這一局可以慢慢的 不管是佈局江啟臣 沒有啦 是沒有欠戶口的 沒關係欠戶口 反正如果提的死的是韓國瑜 因為代表說你還不願意下台 然後把這個丟包給你韓國瑜爛攤子 但是我國民黨可以慢慢的去佈局 但顯然韓國瑜不要接這個包 所以他今天趕快出來宣布說 我沒有要提 那這爛攤子同時又回到 國民黨黨中央身上 就是你江啟臣要來傷腦筋 本來你想說我可以時間換取空間 國民黨還可以苟言慘喘 可是現在韓國瑜直接宣布 我就不提了 那你國民黨立刻就面臨說 你高崇市有沒有人 你江啟臣的下一步是什麼 那如果這個罷免 江啟臣沒有盡全力 已經得到韓粉們的詬病 認為說你江啟臣不適任 你高崇市長 你又提不出適當的人選 雙敗之下威逼江啟臣下台的聲音 就會越來越高 韓國瑜就可以伺機而起了 畢竟我做過48年的國民黨的黨員 我真的是非常誠摯的想要呼籲 國民黨這次放棄高雄的選舉 我贊成剛剛憲哥所講的 或者是說提名一些年輕人來做歷練 為什麼呢 因為有更重要的是 全黨的改革 不要被選高雄市這件事情給拖住了 那麼國民黨大家都知道 缺20歲的 缺30歲 缺40歲的人才 這些人才在哪裡 江啟臣最大的任務就是做這個事情 現在連50歲都缺了 對 所以來 我們回來講 那今天韓國瑜去找黃昭順 你看是 黃昭順超過60了 買得出來了 你看他去找黃昭順是 徵詢一下 包括黃昭順 侯彩鳳黨 不是徵詢他就來選 聽他的意見說有見他的人選沒有 包括吳怡丁他是前立委的 吳光遜的女兒 他也才30幾歲而已 背景也不錯 就說我講以戰養戰 這邊絕對輸的 你說培養年輕人 看下一次有沒有可能拚立委的機會 當然兩位說不提名 你就罷免就這樣輸得流血了 這邊就不要提名了 國民黨還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國民黨的中常會 根本就應該解散 55歲 人家明天就要去高雄開中常會了 55歲以下的全部退出 黨主席也許可以例外 但是國民黨給人家最壞的印象就是說 他就是密室會議 就是有一些大家根本不認識的一些 所謂中常委 你剛剛說55歲以下全退出 還是55歲以上全退出 55歲以下 以上還以下 以上以上 以上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我們都知道他們最大的權力機構 叫做中央政治局常委對不對 有所謂七上八下 就是67歲以上的可以上 68歲以下的就非要下不可 我呼籲國民黨也來七上八下 但是57歲的還可以繼續選 58歲的就下來了 現在我們是心裡面七上八下了 好 來 朱立倫 朱立倫說他願意承擔 他確實就是說要替國民黨打一戰 那高雄市補選 原本是一個好機會 如果是真的有以託代變的空間 原本 照原本 如果真的有打訴訟的空間 可是包括江啟成跟韓國瑜 有討論過了 兩個都不主張要提訴訟 那他的子弟兵李四川有機會嗎 李四川的戶籍也不在高雄 戶籍也不在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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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真的沒人 我真的想不到 沒有啦 你不能往上提 我覺得老師講得對 你要往下想 你不能想到都在五十歲 六十歲上去的 你要想四十歲下去 四十歲你給我想看看有什麼 有一定 現在要播放區立委 我們還有人 不要當作國民黨都是真的 可是有年輕人 雖然相對比少了一點 但是這樣知名度比較低 對啦 知名度比較低 可是以戰養戰磨練一下 其實之前一直有人講 黃昭順女兒 他是滿優秀的 所以我在想個當面 我想說是不是有可能 有這樣子的可能 但是因為他女兒好像聽說 一直都對政治比較沒有興趣 不然早就大家都希望他可以出來了 那所以國民黨在高雄 確實也是有不錯的人選 只是這些人 到底對國民黨還有沒有信心 願不願意代表國民黨出征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次補選 對國民黨來講幾乎是一個 就是 就是說你就把人丟下去 但是就是選一個過場而已 但是如果一個優秀 一個優秀的人被丟去選一個過場 我相信也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事 就何況是朱立倫 我相信這個也只是拋出來 讓國民黨黨員 有一點信心說 國民黨不是沒有人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只是丟一個年輕人下去 對選民也不是非常的尊重 就是說這個人如果沒有 真的要在地耕耘 就像當初韓國瑜 他去打高雄這場選戰的時候 號稱一碗滷肉飯 一瓶礦泉水 是完全的空降 他也不是在地 也不是年輕人 甚至還有失落的17年 可是高雄同樣給了他機會 是他辜負了高雄人 所以今天國民黨要負責的是 他怎麼樣重拾 對高雄人的信心 就是說高雄人給了國民黨機會 但是國民黨卻無情的對待高雄人 而這一次韓國瑜被罷免 國民黨到目前沒有誠摯的 對高雄人道歉 當初徵招要求韓國瑜去選總統 也是國民黨要負連帶的責任 現在如果直接把這個過錯 都丟包給韓國瑜 對於國民黨對高雄人 都是一樣不負責任 我覺得國民黨最 我說但我自己是不太滿意一件事 雖然剩下最後幾天 大家就要捲不蓋走路了 但是議會質詢該去還是要去 坐一天和尚敲一天衝 但我們昨天看到 那麼多的局數手掌沒有去 結果問說為什麼 他們請假在辦公室收東西 這樣的團隊叫做優秀團隊 你們公民黨還是要選擇一下 還是有一些人沒有請假 少數啊 但是很多都請假 你好歹坐一天和尚 你把鐘敲到最後一天 是的 對啦 我覺得說剛剛敗選結束之後 要收拾心情還是真的 第一個我覺得 你東西這樣就一定要那天去收嗎 沒有 第一個 韓市長當天敗選的感言 我覺得講得沒有 不夠有高度 我覺得不夠謙卑 我覺得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距離交接還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該做的還是要做好 留給高雄市民一個好的印象 我覺得就是教訓 高雄市民教訓一次 該指訓你就去質詢 該去議會就去議會 高雄市民是這樣心肝心軟的 教訓一次之後 就像鞭炮一樣 下次還是給你機會 可是要看你之後表現的態度 我覺得我們目前的因應 確實做得不好 我認為還是提那些二代 或者是其他的 跟國民黨過去的某一些勢力 有連結的派系 所以就是說補選還是會提LKK或正二代 不一定LKK 但是是屬於派系 派系 派系 但是這個是他的最大的罩門 他一定要把他打破 靠這一次來改變他的形象 好 那你就賭一千份雞排了 可以 如果他願意提這樣的人 沒有跟派系連結 而且不是二代 而且是年紀在45歲以下 我送一千份雞排